國立情義科大現在被爆料說有弊案 這是民眾爆料的 說去年三月份 校方花了一百四十一萬元 新建了新的學生機車停車場 想不到快要蓋好了 才發現居然沒有車道 導致學生必須要扛著機車 越過人行道 才能把車輛停放在車棚 而這樣的工程因此遭到痛批 對此校方也出面來回應 說新建花了八千七百多萬元 強調沒有追加 反控這是烏龍爆料 校方解釋這個停車場工程 共分三次進行 校方招標兩次 第一次招標是停車場主體建築 總共花了八千七百多萬 等第二期 乘出屋頂的太陽能廠商 自己發包的屋頂太陽能板完工後 才會進行第三次的通道工程 費用不到一千一百萬 也沒有所謂的追加工程款項的問題 一頭長髮彈鋼琴的 就是校長女兒也被爆料 校長要利用職權把自己的女兒弄進學校任教 遭到校方嚴正否認 對於學生宿舍不斷追加工程款項校方也表示 因為適逢疫情期間 所以原物料以及人力的成本不斷上漲 才會需要追加 校方強調 行政一切合法 對於週刊爆料 不排除採取法律行動 記者江志南許家師台中報導